主料,牛肉200克,主料,白菜,冻豆腐,粉条,葱,豆瓣酱,火锅底料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牛肉切薄片备用,冻豆腐切大块备用,切是当大块是为了防止在炒的过程中变碎,白菜起劲,将叶子用手撕下备用,白菜帮用刀切细丝备用,将适量豆瓣酱和火锅底料放锅里炒出香味, 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,自助调配口味,放入切好的大葱爆香,这不加入葱,是为了降低锅内温度,碾的牛肉下去的时候粘锅,我用了铁锅,容易粘锅,如果是不粘锅,可以先下入牛肉片爆炒的下葱,下入白菜包丝,这个时候下入白菜包,是为了让菜包入味,白菜包炒入味后,下入冻豆腐,酸炒入味, 加入白菜叶片,搬炒后加水,将锅内的食材煮着需要的程度,一般以肉卵为煮,因为粉条类已经提前烫软,可以提前放入锅内煮,吃粉条煮软能吃,即可添加香油关火,烹饪技巧,在爆香调料的这不加入葱,是为了降低锅内温度,碾的牛肉下去的时候粘锅, 我用了铁锅,容易粘锅,如果是不粘锅,可以先下入牛肉片爆炒再下葱,食材煎加先后顺序对于食材的口味是很关键的,不一样的顺序,出来菜的味道和口感是不同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